各位我再強調一下 暴天地降法 這是五個aspects 五個dimension 來看一件事情的輸贏 同學們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服你們 但是要想辦法讓自己能夠接受 一家公司的成敗 有可能是資源不足 人才不足 可是有可能就是因為道 沒有一個道 天地是外在的人 最重要是內在的人和 這是我們在看一件事情的分析的方法 武力分析 懂不懂的意思啊 上次也提到王錫啊 這是以前的一個古人 他說經歷不施是什麼 是用兵之道 以人和為本 要先祈求道 上下的同域 還有好的將領 那還有好的法 他說 先求人和 天使地利 則其住也 三者聚 然後 一舉兵 一舉將能 然後法修 尊子所賜 此之位 所以先求道 再看外面的天 總體環境 再看外面的市場 地理位置 然後 再來看 決定要打了 決定要打的話 再來看看 我有沒有好的將 有沒有好的環境者 好的領導者 然後有辦法 有好的領導導者 才知道他們去修一個好的法 出來 所以這個法 法 講的就是 組織規範 能夠建立一個組織好的組織的力道 能夠大家團結起來 看的就是五個面向而已 這五個面向可以廣泛應用在 一切地方 所以同學你們在寫論文的時候 可以嘗試用一下 到天地價碼 不要一直都只用Polter的武力分析 Polter的武力分析是對產業 這個產業要不要進群 來看它有沒有吸引力 能夠進去能不能賺錢 每個產業不一樣 可是你如果看一家公司的存在的話 更廣泛你可以用到 它內部有沒有集在一起 有沒有一心 然後外界的天和地 對你有沒有利 然後再看你內部有沒有好的CO人才 你只要有CO人才 就一定會修出非常好的組織的規範和法律出來 就可以讓大家可以凝聚在一起 所以內部可以整頓出非常好的力量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另外一個張宇他說了 廟房子上要先查恩信或活 上下彼此間有沒有恩情 恩義 恩信 親人在一起 朋友之間有沒有恩信 朋友之間有沒有恩信 他們兩個就非常的靠 他們兩個就非常的靠 從8680 互相分享 一切也不非常地分享 聖敗分享 那很中文的事都給予分享 錢也給予分享 那這一群很難打敗 所以廟房子上 如果決定要打法 一定要先看看 這支軍隊內部裡頭 軍跟臣 降臨跟復活之間 恩信 後 還是後 先看這個 懂不懂的意思 然後再看 行事為我們利息很順 看我們地形 寫來是意義 三者如果通通都OK了 然後就可以找一個好的降臨 然後兵 整個兵交給他 法律就完全由他來規範 就是打仗的道理 但是這個道理 跟企業建議道理是一致的 所以在企業關係上 我們這個東西 也可以幫助很多人看企業 如果一群人是這樣的 他是一群各自打算的群作 如果有一個道 可以讓上下同意的話 他就變成這樣 你看一個就是這樣一個就是這樣 這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差別 不只是方向 我怎麼把文化這樣 就表示好像同向 可是還遠勝於此 為什麼會同向 你沒有同心的話 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不是打仗 那有人同心以後就這樣 這樣知道嗎 用圖示來講解孫子兵法 那進步 那進步 並以料理取人 其有若義 簡單來講 用圖這樣來表示 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為什麼打不贏獨裁的國家 如果是獨裁 不是像北韓那麼獨裁 是 又有經濟力量 又懂得 或者無論如何號召民眾為一心的話 那你民主國家就會打 那你民主國家就會打 因為民主國家除非 你懂其有為的道理 或者民主國家都是這樣 那 到軍隊 到了比較集權的國家 他也能夠講究一些 號召上下一些的話 他就變成這樣 這樣的人去打 這樣的軍隊 肯定是吹過拉手 這樣的話 才能更進步 做到大力量 凝聚起來 鑽成一條 像一條鎖裂一樣 或是一條鋼條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看我們台灣的死生 從往 到底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政治清明 內政不休息 上下的同意 台灣不幸的 這三個都沒有 我們內部一頭 互相 互相傾壓 政黨彼此間互相的爭鬥 已經使台灣成為 以前的 亞洲四小龍 其他國家 做他們的負面調查 這個在報紙上提到了 不用再多說了 兩黨政治 是應該是 互相check and balance 一切為了國家 可是我們現在的兩黨政治 是一切為自打的利益 那國家根本是踩在底下 所以一次我們國家也有 法規不照修 通過的法案 以韓國來講 他一年國會大概通過一千八百 一千一百一千兩百 到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個法案 知道嗎 台灣一年通過多少 要不猜一看 多多少 一百多 一百多 我們才能通過一百百多百 那韓國這種行事都是 亞洲四小龍 人家一年通過 不會用一年通過打仗 打仗 用那個 用那個 瓦斯槍 噴來噴去的 帶槍堆的 嗎 告發官 抓 打 可是打非打 法案還是要過 因為韓國的國家利益 之高 所以一定要讓他過 所以我們台灣也通過的法案 一千一百 一千兩百到一千八百 日本也沒有像韓國那麼多 日本大概一千不到 可是我們台灣很寶貝 對,一年大概一百到兩年 而且我們都做點燈的挑戰,最後一口氣,才勉強維持這樣的數據 所以我們這個,這個政府要到底什麼? 那這樣的情形,你怎麼還能使用這個國家怎麼樣? 這老婆真的很謝謝 所以難怪我們要看我們的大學生,現在還是這樣二十個月到二十六月左右 比如這三十六月月中,現在在鬧水,那個乾旱 你知道台湾萬美年下雨在全球排在前面 可是因為我們那個地形的關係,很多水流到台灣海峽跟太平洋去了 那甚至下雨我們也留不住 我們好不容易帶好多水庫,把它放在水庫裡頭 可是我們拼命製造很多的淤沙,跑到水庫裡頭去 那我們水庫的儲存量,成為原來的大概是四十 所以我們這個水庫要做很多的淤泥 還有我們那個水庫流出來的水,送到愛家愛戶去 所以從自然水庫流到愛家愛戶或是到辣民地灌溉 那個水庫管,它很多都添加水庫 所以那個過月的水啊,很多都流出來滲透出去了 根據統計,一年平均落出的水分高達三座十溫水庫 那麼多做兩 所以為什麼降雨量那麼高,可是我們台灣現在是缺水的國家 沒有水庫流出來的,不是最近是怎樣說的嗎 台灣現在沒有人在缺水的國家 那沒有水大家都知道,都很嚴重喔 沒有水很多事都做不了 沒有水的話,生命就枯萎了 這是不在說錯了 難以比率106比100 所以大家可以警惕到這個問題 那現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這個 沒有人要生 沒有人要結婚 沒有人要養孩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變成台灣人會慢慢減少 大概到50年,26年左右的話 人口就會降到一半 如果這趨勢沒有改變 同學,你們有沒有感覺到危機當時呢 你們看 死生避徒皇之道 不可不察也 人家的謀略,至少從1776的獨立來源到現在 其實都還算不錯 不過最近的 從2001年 被兩部飛機把它的兩座星 雙重地道把他給砸毀了以後 從二座星 發覺明顯的美國國家的國力 就開始走下坡 而同時啊 中國在亞 在太平洋英國這邊的中國 也就同時就慢慢應而生 所以一個就是像這樣 一個就是像這樣 所以太平洋 就變成一個兩霸兩牆在相聲的地方 你會發現美國國力走下坡了 但是因為茶黨出來 所以是共和黨 共和黨呢 為了要當國務委員 所以就拼命去迎合少數的茶黨 茶黨是意識形態很強 所以國家是爭 就不再死 兩黨真是不再死 不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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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很大的故事 美國 芝加哥這個神器去爭取一個 是奧運還是哪一個 世界運動大會 結果爭取呢 沒有成功 芝加哥這個市長是哪一個黨 哪一個黨黨的市長 是民主黨的人 是民主黨 結果共和黨 看得到他 芝加哥這個神器爭取成運動會 失敗 現在軍人鼓掌 開手叫好 這個情景像 像讓大家很熟悉的 看到沒有 所以從小到大 美國的國力手下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開始手下分裂這時候 任何一個家 任何一個公司 只要 公司與否有黨洋派 沒有關係 但是黨派 約會公司一個集體的第一 分手的時候 這公司是OK的 但是如果哪一天 它的方態 的利益 在公司之前的話 這個公司就注定 一定會在公司 家庭也是一樣的 你說是不是這樣 那你發明美國現在走向台灣這樣的步 不 台灣的負責 沒想到 老美也學我 學台灣 台灣的地方 可以讓他學 是吧 這是 所以 那為什麼 美國以前 可以 可以一直說 這只可以說 國運常常 還有他的先遣 他立下了美國的憲法 先行先順 所啟動的這樣一個國家的 方針大臣 立下的公務員規模 所以一兩百年來啊 這個好人才 固然成不不朽 還有他們願意 集體的為這個國家 來奮鬥 所以這國家一定是心想 而且很多人才 要讓他的人才和人才 訂出好的政策 一個最主要是他移民的政策 非常的成功 他廣泛吸納 全世界一流的精英 一流的腦袋 到這國家 鐵海鎮域 他這個問題是很大效果 效果 對不對 所以這套到什麼問題 方向是科學藝術 文學 各方面 各方面都各做生的 國家越強 然後越來越大 那套到什麼 好了 那現在變得也是 慢慢不向台灣的破除 所以那國力就越來越不行 新加坡的總理 前那個總理 才能這樣說 台灣的前主 不是決定在兩千三百萬人的距離上 台灣的國力 台灣的國家的熱熱前途 不是兩千三百萬人自己決定 你看他最近說的很舒服 你知道 李光要關閉下 怎麼爆炸到三萬多人在前 為什麼 他不是台灣自己決定 他是兩強相當兩強在決定 一個是你國 一個是老婆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啊 對不對 能到說嗎 那不是 如果你不承認的話 代表你不承認這個現實 這個現實就不承認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決策 在擬定英國家的方針策略的時候 一定要是認定外界的形式 所以死生存活的道理 就在那裡因應而生 這是 reality 真的 那你如果就是李鱔強 就是現在形式就是中國跟美洲 我們不能提出 那你如果他們簽有 其實就代表自己得到國中原 這個也不是這樣說 你簽有 是為了 能夠跟他合體相處 希望能夠得到一些市場的,哪個各方面的保護 可以壯到一個 那如果你們跟他簽你乾地方的 你和那關係搞壞 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不要,你不要,你是不是能够走给了国家 如果能够走出去才可以,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走,能不能这样走 所以你先去探讨这种事,就是你能够走给了国家 什么是现实 所以他那本书啊,你光要关注一下他那本书啊,谈完这两次,谈完都过完 对以前新加坡跟蒋昂后面的小老弟,李光要经常好好来面见小蒋昂,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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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治国之道 我现在面见这个新加坡,李光要最近又悄悄放台,停留三天 对不对 新加坡跟蒋昂后面的军队,交给台湾,让台湾帮他们训练,你知道吗 他现在不再交给台湾了,跟台湾关系法 知道吗 这些国家的大事,你们要关心啊 你们要了解台湾所处的,这样的恶劣环境 reality 这个要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些都是对我们历史的地方 那本来国家小,像新加坡那么小 它 中北就有很多东南的国家 那些国家 还好不是很强 所以新加坡可以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有好的领导 所以这国家可以真正日上 变成亚洲的思想上之首 现在可以讲这样 那台湾是不是呢 台湾是内部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搞不好 没有上想同意 主要是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外界的形式 因为你看台湾现在选总统 总统候选要不要去美国去跟他操作想 先拜一下 要不要 你自己说要不要 对吧 怎么会这样的呢 怎么一个国家的总统候选不像 好多多 另外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公开你 想你愿别支持我 想你愿别支持我 这是主要的呀 多少年都有做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死生地 冲荒造 这些东西会想到各位的就业 这些东西会想到各位的就业 这些东西会想到各位的生活 你们将来往哪边走 往哪边找你们工作 那些心水的倒堤 会不会想到你们 这些东西会想到你们 有好的政治清明 内政休息 上下统一 才会有好的经济发展 有好的经济发展 才会有好的薪资 老板才愿意分他的钱给我们的员工 员工在感觉到在这个地方为公司打拼是有意义的 否则的话 如果一直都要是26k 30k左右的话 很多人就跑到香港去找工作了 很多人就跑到大陆去了 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们都没有在看报纸吗 所以根本在于政治 政治最重要 没有好的政治就没有好的经济 那你看我们的国家千疮百孔 你要不说下 愚民、商、化、地城、下降 这件事应该谁在管 没有人管 没有人敢管 那你敢管的话 地城就直接下去 一直要花了几千亿的一个高铁 如果这个现象没有改的话 它很快就会变成什么 跑到那边去就碰碰 可以这样 所以它最后要怎么样 一定要绕 要绕过去 没有人管啊 不敢管 应该地方政府管还是中央政府管 你说 你们都没关系这个问题吗 教授各位 所以如果你是晚军 你要好好发挥一下你的影响力 去好好去管管这种可以管得了的事嘛 去督住地方政府 督住中央政府 好好把高铁弄好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这个漏水非常严重 像最近台湾这个干旱 不知道还要多久才会下雨 这个令人担心了 一整年没有一场大雨 去年寄望能够有台风 只有一个台风路过 可能路过而已 只有路过而已 那今年 还寄望春雨 寄望梅雨 如果又落过风的话 最好寄望台风 你们关心这件事吗 现在台湾的什么水库的容量 只剩下25% 只剩下25%的水而已 如果持续这样下去 会有一天会限制到每天洗澡 不是每天洗澡 一个礼拜洗三次 或可以在每天洗一次 有关心没关心 你知道差在哪里的 你有关心你感同身受 你会发觉这个问题 说不定就是你将来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就要写的东西 你说对不对 那因为你常常去 去study这个problem 你将来说对 你就会找类似这样的工作 你将来说病人 就能好好去号召一群人 专门来管这件事 然后政府被施压的结果 它真的就改变了 就像你们过去去年 管军们很成功干了一件 封天大利的事 对不对 不是吗 所以你们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改变的 像这种事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让我关心不能再睡觉了 不能再睡觉了 那这几个故事又让人家更加伤感了 你知道吗 IDF IDF这个战机被陈水扁叫成I don't fly 你知道它的原先 它的原型是什么 它的原型是F16 F16 老美愿意把它的引擎 战机引擎的蓝图交给台湾 台湾花了九牛俄虎之力 那个时候终于把它造出来 也进入到量产的地步 可是因为后来老美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子 老美的国家就是这样子 他发觉你可以量产可以做的时候 他就开始 哎 卖你 他卖你F16 我美国做F16卖你你要不要 因为你自己做的绝对你不知道我卖你F16 可是我还不会做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会卖你F16 他是不是这样的国家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候后来 两个总统就喊停了 他说原来IDF生产线就停了 因为你做下去的话就不如老美了 人家老美愿意卖你了 所以你就不要了 不要这个生产线过去多年来所累积出来的研发的成果 以及一群研发人才就这样才可以 没有用了 那你台湾不要谁要 谁要 韩国要 韩国要把整盘的人就把它挖走 挖到南韩去 你知道吗 韩国要把这一阵的去年 去年的时候造出一种飞机叫T50 T50的飞机飞到我们小港机场上 飞过去 然后好多当年从事IDF的战绩研究的那些 那些研究人员在底下看了 看了人家的T50飞过去 然后两航清内就这样残残就行 知道吗 那不止飞机是这样 还有海军战舰计划 这以前叫中意计划 中意计划是要搞3000吨的战舰 3000吨的战舰也是搞到一半的时候被喊停了 喊停以后韩国整个造舰计划的那一群研究人员 通通把它挖到韩国去 就开发出一种类型的一种战舰 名字叫什么 叫尾三舰 尾三舰你如果注意到拉法叶舰 跟引擎鸿命案发生那个时候 尾三舰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参谋中长 或是我们的海军那个时候 曾经列入想要买的一种选项 后来只是转而去买法国的拉法叶舰 那时候本来还想买他的卫山舰 卫山舰那个原型那个设计 那一群人是我们台湾培养出来的 那一群人到韩国去 帮他生产出卫山舰出来你知道吗 然后卖到你台湾来看你们台湾有买 还好我们没有买 要买的话就垂胸顿足了 看到没这是让人家非常的悲痛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的这个故事 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然后我们现在很多的人才被新加坡的人资总部 白板灭人计划 在白板上都写一个字 All the Chinese 台湾现在很多人才都被新加坡挖走了 你知道吗 你们可能很多同学都比我知道还更多 所以说不定很早就在规划 我这边闭了业以后 我就到新加坡去工作了 因为同样的工作 新加坡薪水是台湾的tubble 而已 tubble 有没有人打算到新加坡去就业了 有没有 一个 只有一个 其他人都很爱台湾 是啊 但是你把coast把它抵抖以后 可能还滑得来吧 但是你要到香港到新加坡去就业的话 你要及早准备 要及早准备 因为你知道没办法 因为你的薪水太低的话 要说学生要出手 很多大学教授也出手吧 你知道这个人才的外流 而且流出去的偏偏都是高阶的人才 进来的都是低阶的劳力 你看这个国家 是吧 可是当年你看江炳坤带了高清悦 高清悦是统一了以前的总裁 以前的创办者 以前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是 带头带着民间的企业领导人 到海外去找机会 现在是相反的 知道吗 以前尹仲隆带着王永靖出国去找 塑胶找技术 TV塑胶 以前的官员都是铁蒸蒸的 顶天地地的非常好的官员 你看赵耀东为了资本的问题 跪求一个海外的一个会计专家 跪了15分钟 只希望他能够回台湾帮他服务 跪了程式上也跟他跪下去 两个就跪了跟他讲话 还有一个很感人的 吴茂菊 那个时候1977几年 吴茂菊的副局长彼此叫肖万长 他为了到美国去跟老美谈判 台湾在美国的最惠惠待遇 那时候正好是Christmas的那个假期 他去美国谈的时候 放到美国的耶诞假期 医院或什么商店都关门的 那因为压力很大 谈最惠惠待遇 永久最惠惠待遇 他那时候压力很大 突然间爆发一个猛爆性的牙头病 南口的牙齿都掉下来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病 然后南口的鲜血 急诊一时间也好不了 所以第二天上谈判座的时候 是满嘴的鲜血 咬着棉花上台去跟老美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创造出一种很悲愤的一种场景出来 老美就OK OK OK 所以他谈成功了 你知道没 OK 所以夏文昌看起来非常憨厚的一个人 可是你看以前的官员 为台湾打拼的那些故事都很感兴趣 至少谈判成功了 那些背后的这些身影 背后的故事 其实都是讲一个忠字 忠心忠孝的那种 也就是刚刚比特杜洛所讲的 能够聚焦于贡献 能够为成果负责的人 即使他们及时再低 他也都相当于最高层的领导 因为他们以团队的绩效为己任 以国家的新华为己任 现在没有这种情怀了 所以这种文化的素质很重要的 一个团队 一个公司 一个国家 一定要想办法拥有这样的特质 这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一两年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没有办法进入TPP或是RCEP 那这些能够进去的话 这个它的前提是 你跟老公之间的关系 像那个福帽 货帽这个东西 你如果完全都放弃的话 如果完全放弃的话 那会对国际各个国家 你想要进入的TPP还有RCEP 都会起一种宣告的作用 这种宣告作用一起来以后 就会影响人们让你加入的这样的意愿 那台湾如果不进去的话 就变成外贸上的一个孤捐 这是形式 形式是如此 你看这个数据也是很吓人的 你看1982年到2011年 将近30年当中 我们的财政支出 经济建设上财政支出的比重 从25%滑落到14% 而在同时间当中 社会福利的支出正好相反过来 从14%上升到28% 知道吗 那这个没办法 因为国家也这个需要 社会有这个需求 但是这代表一个signal 代表我们国家是一个消费型的一种财政支出了 而比较不是投资型的一种消费 一种支出 投资是有前景的 是我现在把这个钱放在哪个东西上面 然后落单点以后 它可以回馈非常多 那消费的话就是 你消费就是到法律公司买个东西 你回来消费 吃完以后就完了 它没有未来性 就是投资它有未来性 同样的金钱 你是用在消费的支出 还是投资的支出 你同样的时间 你是用去看电视 用去看影集 用去听音乐 还是你用在去听英文 用在一个投资型的一个学习的行动上面 同样的一个小学 它未来的回馈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们只要环保不要产业 不要政治不要经济 所以 他会说 有关史生之地厨房之道 大家应该好好管心 这都是兵法的范围 因为如果你织兵的话 将来则不必用兵 知道吗 这个就是兵法 因为Gayce呢 他讲的这一段话 他说 CEO的主要功能是寻找坏消息 鼓励组织采取回应 鼓励员工做坏消息 因为Gayce主动去挖掘坏消息 挖掘坏消息的话 才有未来性 所以他这种投资型的 这种时间的支出 因为那是公司的死生之地 我要告诉Gayce这句话 要临视而聚 好谋而成 两成是个习惯 碰到事情一定要三思 就是 孔子说 暴母平和 死而乌鬼死而 我才不跟他一起 一定要什么样的人 一定要是临视而聚 好谋而成 李嘉诚 做任何事一定先好好学习 一定好好规划 好好研究 风平浪静的时候 好好计划未来 仔细研究可能出现的意外 按解决的方法 这就是临视而去 好谋而成的一个例子 知道吧 他说 任何事业都要考量自己的能力 才能够平衡风险 一凡风筝是不可能的 过去我在经营事业上 曾遇到不少的政治 经济方面的起伏 我常常记着 世上并无常胜将军 所以在风平浪静时 我好好计划未来 仔细研究可能出现的意外 和解决办法 所以他花90%的时间研究失败 他不研究成功 他研究失败 因为你把失败研究好了 自然就获得成功了 所以获得成功的方法 不是直接去研究成功 是研究失败 这个我们有机会在考 所以经常思考五个常数 这个是兵法上的所说的 你们不要有这个道理 其实在党上还用 道天地降法 道是什么 一群人在一起 有没有共同的愿情 把大家的心 变成一心 上下同意 然后这样的一群人 这样的民心 这样的和气 碰到外面的总体环境 是顺还是逆压 外面总体环境 有没有有利于我们 市场 地理环境 地缘政治 对我们有没有利 都要研究你 你这个商店设在这条街道上头 对于你这个商店的经营 好处还是坏处 左离右舍 都是什么样的人口 都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他们的收入 他们的社会习惯 符不符合你 这种我想大家在设店的时候 都会注意到这种概念 这就是地的概念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就是 先看道 再看天 再看地 然后再看你有没有好的将领 然后再看看 你这些将领有没有办法 设计出公司的好的 升线的制度 福利的制度 规范 让组织很强大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挖在这里头 你告诉我 有没有提出来 像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倒天地降法去看两国的相争 这你们可以看 智慧型手机的这个也可以这样去看它 倒天地降法 或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你们的硕色论文 或是什么样的论文例 你未访可以使用这样的概念去看它 所以探索真实的情形 用倒天地降法为面相 要复别探索双方的真实情形 然后 然后 来了解 对手 知己知彼 了解自己 了解对手 那讲将领 我们上次说 仁义理智信 将领是讲 智信 仁永言 那智信仁永言 事实上就是仁义理智信 这五个字的一个不同的写法而已 智信 仁永言 永是义还是理啊 义 对不对 那理是什么 言 只是它的先后顺序 在军人里头 因为戴军打上 一定要先靠智慧 靠技巧 靠善变 靠权谋 所以它要把智 摆在第一位 智 第二重要的就是信 所以它讲智信 第三个 你要靠人 再来你要勇敢 要严格 可是在我们文人来讲的话 在人文的世界里头 它会讲 人 义 理智信 先人 义 理智 信 一样的五个常数 一样的五种成分 看人 可以用这五个成分去做 去做思考 不超出这五个范围 你想想看 这个 这个大概在这 像 人义理智信 智信人勇言 其实都在讲这五个常数 你看人 人就是爱 你光不关心 你的朋友 光不关心你的部署 这是人 你不常为对方着想 这是人 对不对 那如果 如果你有关心有爱的话 这群人就会互相鼓励 就会一起成长 如果没有爱的话 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话 这个团队就不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这就不会鼓励人们 这群人在这边就干枯 就冷落下来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旧的东西 这些东西永远只要有人类 都有这样的要素 人义 理 智 信 这五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信 上回都已经讲过了 那孙并把降领应有的条件 做一个 比较更进一步的发挥 他说降者不可以不义 不义者不言 降者不可以不仁 不仁则军不克 军不克就是打仗起来 他不会为了你降临 去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去攻克对方的诚实 降临不可以无德 无德则无力 如果不讲基本的德 品德 没有这个基本的门槛的话 这个军队是不为了打仗的力量 因为彼此也互相害 没有德嘛 不可以不信 不信就另不行 所以仁义理智四个各有不同的用处 智的话 他这个地方 因为孙并孙并的兵法 现在就是剩下一个图解 这个智缺失了 不智 智盛则军应该是没有办法变化 没有办法全面 所以你看到 不义则不言 不仁则不克 无德则无力 不信则令不行 这四个东西 五个东西 都各有它的用处 那这个道理 虽然讲在军队里头 在公司里头 一样如此 所以降临应该有这样的素养 五个素养 自信仁永远 或是仁义理智义 这个不是八股教条 那这五个东西 我把它画成这样的图 上次跟各位分享过了 这样的概念 然后我下一个标题 说万物生长都需要的五种肥料 那性呢就像土壤一样 一切都是长在土壤的上面 道德经里头 就是老者的道德经也说过 道生出来 是德把它给养大的 然后透过物质 让它产生出它的形状出来 然后最后能够成 是因为有个是 让它能够成 这段文字我非常喜欢它 所以代表说 其实你即使今天到21世纪里头 我们仍然需要讲究仁义理智义 讲究这个德 因为德呢 才能够孕育生命 一个孩子如果在一个双亲的家庭里头 爱灌溉包容他长大的话 这孩子现在人格是健全的 但是如果他是单亲家庭 并不是说单亲家庭一定会怎么样 不是 但是会比较欠缺 或是得待教养 没有父母亲真正的爱 灌注了孩子的长大 这个孩子将来 很有可能 他的人格会有所变差 那社会呢 就多了一个 没有可能将来 暴力倾向 或是随便去把 他本人很爱的爱人 然后把他给做个什么样 现在不是年轻的很多吗 对吧 两个分手以后 然后男的把女的怎么样 他这种故事 让他觉得说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德出了问题 所以道生之 道生出万物 万物之所以能够长大 是因为有德 有人义理智性 这种的德 把他给长大 然后最后有一个什么物质 有一家公司 有一套衣服 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套在这些事情上 让他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一种规范出来 然后最后还不一定会成功 还必须要有客观的形式 帮助他 他才能够真正茁壮 真正获利 是这种概念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为止 讲的都是讲内部 都是讲出 我们身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我们要想办法 一定要对内一定要讲恩信 简单的讲就是恩信 德就是简单就是恩信 要有恩 长官对部署有恩 部署也会会对长官有恩 因为互相都very nice to each other 对不对 互相的帮忙 互相的愿意对对方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一心 大家为公司的这个获利打拼 这叫恩信 先得到人和 这是最重要 不人和的社会 我就是像什么 台湾去年有些名言叫 花生有没有花生 辣椒有没有辣椒 对吧 每单位的面积农地农药用量 是美国的8.6倍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您自己看 您都很清楚了 所以万物要能够成长 莫非如是 一群人在一起 一个军队会打仗 莫非如是 都是这样的道理 懂得概念吗 要想的东西太多了 那我还是强调这个信最重要 因为一切都从信而出 知道吗 将来有机会可以再多谈一下 想到这边各位同学 没什么问题啊 下课休息哈 下课休息哈